大家好,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一个人真正变老的三个标志 有没有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老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刚毕业时,认为世界是属于自己的 虽然从零起步,但是年轻又有什么好怕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然而随着一天天过去 发现工作不是自己喜欢的 职位提升不上去 工资永远追不上房价和物价的上涨速度 除了年龄和体重增长以外 其他的一切都不尽人意 前面有难以跨越的职级 后面有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的年轻一代 不由的,慌了 为什么怕老,无非是怕失去竞争力 怕不再有人喜欢 但是,年龄真的是衰老 失去竞争力的标志吗 你一定看过这样的新闻 83岁的学霸奶奶李璐 应聘阿里巴巴40万年薪的工作 从3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产品体验师 你也许对这句话不陌生 我已经36岁了 青春全都献给了收费站 除了收费,啥都不会 也学不会什么 以后怎么火 而今天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已经同时发布高速收费可以使用了 这位从事了多年收费工作的唐山大姐 随着收费站被拆除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那么,83岁和36岁 到底是谁真正老了 到底是谁失去竞争力了 真正让我们变老的 不是年龄增长 而是心态老化 老化比老要来得更凶猛 更残忍 28岁那年 我连跳了几级 成为一家跨国企业的副总经理 在捕手团队的时候 老板对我说 要注意一下C这个人 我感觉他已经aging老化了 我看了看C的材料 他才32岁 并不老啊 为什么老板会说他老化 老板说 我说的aging不是指他的年龄 而是指他的思维和做事方式 在企业里 最怕的就是员工老化 跟不上发展的人 就应该被淘汰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老化这个词 在此之前 我一直认为老只和年龄相关 我也意识到 一个人被标签成了老化 他的发展就岌岌可危了 C是一位老资历员工 他心里挺看不上我的 我是个女的 年龄又比他小 而且在公司资历也不如他 当时我们业务增长遇到瓶颈 经过研究 公司决定推行一个大的变革项目 对原有的模式进行颠覆性的改变 在沟通会中 C跳出来反对 他认为这个项目风险太大 会把合作伙伴全部得罪光 这样带来的后果将是销量下滑 尽管我耐心向他解释项目的利弊和后备方案 他却说 我在公司六年了 我来的时候 我们的业务只是现在50% 如果我们用错了方法 怎么增长会如此迅猛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新方法比我现在的更好 事后他对别人说 这套新玩意 就是咨询公司做出来骗公司前的 即将要上的系统 我一看头都大 听都听不懂 还谈什么执行 原来 他反对的原因并不是真的觉得项目做不成 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学 谈来谈去无果 项目建在弦上 需要人手来推进 而CEO不愿意做 于是我不得不从其他部门调人过来协助 在所有人的奥恩下 项目经过了一年时间的艰苦执行 最终大获成功 而C在这段时间里 一开始说风凉话 见没人搭理他 也就渐渐沉寂了 他慢慢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人 年终时候 我给C评了一个较低的年终考核分数 C对此很有意见 后来他申请调去了其他部门 新领导对他也不满意 有一次他和领导大吵大闹 最终导致被动离开公司 从此就彻底没了消息 后来我和老板又谈起了C 老板说 我不太喜欢用年龄大的基层员工 这绝不是年龄歧视 而是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早已停止了成长的脚步 不能接受新观点 不肯向别人学习 抱着过去积累的经验不放 会成为个人发展最大的障碍 他们的眼界和学识有局限 他们的精力也不再有优势 这样的员工会成为公司最大的包袱 年轻的时候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精力旺盛 充满了好奇心 学习能力强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除非你刻意为之 否则这些优势会慢慢消失 因为家庭 孩子以及一成不变的生活 都会让人丧失前进的动力 正是因为充满着危机感 也害怕被套上老话的标签 在意识到年龄和经历 不再有优势的时候 我加大了学习的步伐 我也因此在智慧上越做越高 尽管如此 我仍然不断提醒自己 除了努力工作以外 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 了解行业的最新趋势 向身边的人学习 今年过年 我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一屋子的人 谈的全是吃喝玩乐 以及家庭的琐事 其中一位同学抱怨说 心情很郁闷 老板是傻逼等等 于是我建议他看几本书 同学说 我已经几百年没看过书了 书上那套理论都是纸上谈兵 另一同学说 估计现在还在上进的人 也就只有你了吧 说完 大家不怀好意地笑了 我没有说什么 他们说得对 我是一个另类 不过我绝对不会成为 无所失事 消极抱怨的中年油腻男女 我深深地感到 大家都老了 不仅是容颜 更是心态 他们有人在失业中 有人在和老板闹别扭 有人刚离婚 有人带娃交头烂额 有人安逸享乐 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人生 无可厚非 只是热闹繁华的背后 我却分明感受到了中年人的逃避和无奈 人们往往认为 人到中年就必然引发中年危机 事实上 年龄并不是问题的导火线 如前文所述 老并不可怕 心态老化才可怕 我的学员曾经在一家私人企业工作 创始人是一位76岁的老人 他退休后才开始创业 没有任何经商经验的他 从零开始学起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 从不迟到早退 生活高度自律 现在他已经81岁了 企业财务状况良好 他仍一如既往活跃在管理岗位上 还有同事81岁的中国最励志大爷王德顺 他49岁北漂研究雅剧 50岁开始健身 65岁学骑马 78岁学摩托车 79岁上T台 拍电影 至今身姿挺拔 引领时尚风潮 他们虽然年龄老了 但是心态却仍然年轻 王德顺说 永远没有太晚 没有谁能阻止你成功 除了你自己 我身边的人 有人年纪轻轻已经颓废老化 有人50岁竞争力还在不断增加 那么一个人真正的老了的标志是什么 一 不再对新鲜事物抱有好奇和兴趣 他会认为这些东西和他工作生活无关 网购 大都是假货 在线教育 全是骗人的 我同事才45岁 没有用过任何网购 问他为什么不用 他说 好麻烦 怕资金不安全 反正我也不爱购物 我一个朋友做培训行业很多年 发展遇到瓶颈 我一直劝他尝试在线教育 他根本听不进去 他对我说 我的特长就是线下 你那套我不懂 当人们缺乏对新兴事物的兴趣时 新世界的大门也就对他们关闭了 二 停止了自我的成长 你看看周围的人 是不是很少有看书和坚持学习的 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白天上班 下班后享受生活 我不觉得享受生活有什么错 但是一边抱怨社会的不公 一边担心自己被淘汰 一边成天靠娱乐打发时间 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除非你已经财务自由 否则遇到问题应该勇于面对 而不是逃避 要知道问题不会自动消失 停止努力 放弃自我成长的那一天 也就意味着你很有可能逐渐失去人生的掌控力 三 批评年轻人 前两周我去参加一个论坛 其中有几位90后的发言十分精彩 打开了我的新思路 事后我向他们请教一些细节 有一位小伙伴把我们的合照发到朋友圈 说我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 他总是说我不懂 你教教我 我的确不懂 我的学习能力已经不具备优势 而这个世界发展又如此之快 想不落伍 我有什么资格不去向年轻人请教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想 尤其是在企业里 他们看不惯年轻人的做法 听不尽年轻人的建议 总是质疑别人的观点并百般挑战 他们骨子里认为 你有多少经验 还不及我的一个零头 毛母说过 年长者最大的修养就在于 控制住批评年轻人的欲望 我认为这不仅是修养 更是心态老化的问题 吴小波曾在论坛上说过一句话 那些六零 七零后 以及不久以后八零后 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世界已经和你无关 我当时就坐在他不远的地方 对他这一观点 我既认可也不认可 我承认他说的有代表性 当你认为这个世界的变化和你无关时 你就主动选择退出了 但是这种区隔不应该以年龄为唯一标准 年龄只是一串没有意义的数字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心态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有无限可能 但是不要指望有人会邀请你 也不用担心有人会替你出局 只要你不离开 你就永远在舞台上 正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中 红桃皇后所说 我们必须全力奔跑才能停在原地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